上星期一在現場有兩位同事成為嘉賓 就是子羽和劉靠 因為我們上星期去完台灣尋找乖乖之旅 大家就看到台灣有這方面的對乖乖小食 有這樣的靈異傳聞有這樣的看法 剛巧今天這個時間又是一個尋找XX之旅 尋找什麼呢? 其實就近了一點 我們剛剛就從澳門回來 尋找婚紗之旅 為什麼要尋找婚紗呢? 原因是我也很想去找這件資料 我都在Facebook有一個多兩個月 可能差不多的時間 有朋友就發了一個電郵 都讀了出來 一直都沒有這樣的機緣巧合 就去找那間婚紗店 很簡單說 話說有朋友就說在澳門婚紗店 感覺有點古怪 因為這間婚紗店 其實就是在沙蘭仔街 傳聞就是這樣 因為曾經發生過大火 發生大火這件事是真的 新聞也有說過 就是這間婚紗店 樓上的一些劏房 曾經發生過大火 燒死有四個人 一男三女的情況發生 自從這間火警發生過之後 有傳聞就說有人晚上經過這條街的時候 特別是在婚紗店樓下 因為婚紗店旁邊就是這間大廈的出入位 就會說有些白影會飄一下飄一下 又說聽到有人叫我幫助 因為那個地方曾經有一些南亞裔的人士 住過的情況發生 而且自從發生這件事之後 有人留意到那間婚紗店 就比較古怪 因為他就說 這間婚紗店的顯示 其實如果按照計 可以放幾件婚紗 為什麼零細細細放一件在那裡 還說那一陣子經常有些黑的木板 就封住圍住了 究竟有什麼原因呢 於是就有傳聞 就說究竟是不是其實是一些鎮壓 或者是擺放一些靈界的一個位置 好了 就說了這件事出來 因為他也說 有些有感應的人士經過又不舒服 傳聞是這樣 那我就一直都 把這件事放在心裡 就說有一天 如果真的過澳門 不如就去看看 於是剛剛在這個週末 就過去看一看 究竟是一件什麼事 待會回來 在修法時段 就去看到那個片段 我拍了一些影片 走上去那個大廈 看看環境是怎樣 不過在免法時段 都可以看到一些相片 讓一些高利人士感受一下 究竟跟之前有聽眾所說的 感覺是不是這麼詭異呢 當我發了上Facebook的時候 其實都有人回應 有沒有澳門人在這裡 如果有澳門人 告訴我你們有經過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單看下去 待會再看看 還有我們走上發生事的大廈的環境 大家都會看到 澳門朋友 麻煩 如果有經歷或這方面的資料 不妨告訴我們 今天晚上 在這個時間內 雖然沒有嘉賓 但剛剛我們也做了一個錄影 因為接下來 Hotbase的直播室 我們這個製作室 將會有另一個全新節目出現 除了剛才謝飛哥的寵物節目之外 接下來很快就會有另一個全新節目 在Hotbase大家會看到 究竟是一個什麼節目呢 有沒有跟靈異有關的呢 好了 不如現在 立刻請兩位 即將成為節目主持的朋友 跟我們聊聊天 去宣傳一下他們的節目之餘 都先加課 好,來吧 第一部分交給他們 對了,究竟我們接下來 有一個什麼新節目呢 究竟誰會坐在這裡做主持的呢 今晚先跟我們聊聊天 這一位呢 就經常見到她 請你先揭開 沒錯 就是 Carmen BB小姐 沒錯 她即將會加入我們 一個全新節目 見到她的說話 當然是跟旅遊的東西有關 所以今天也帶來你另一個拍檔 沒錯 她就是Alan 正式介紹 接下來會有一個在Hotbase 全新的旅遊節目 就是由Carmen BB小姐 還有Alan 一起主持的 這個節目就是E-樂旅遊帶給我們的 沒錯 當然大家聽慣E-樂旅遊就是知道我們 去泰國、台灣、澳門、澳門 對E-樂旅遊 一點都不會是陌生的 接下來會有一個全新的旅遊節目 簡單一點 先說大約是什麼方向 先讓我們的朋友知道 我們主要都是說一些主題性的旅遊團 以及一些自由行的資料 是的 我們的節目就會在2月7日 就可以看了 OK 好了 Carmen BB小姐大家會熟 就是一個持牌的領隊 就是一個持牌的領隊 那Alan有什麼身份 Alan原來你在旅遊界都非常資深 資深批 有一點 有一點 又不可以這麼說 多少年了 剛剛沒有足足20年 哇 足足20年 有一點 是的 去的地方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都喜歡到處去 或者我又不是太喜歡一個地方 我要逗留 或者我們帶團的時候 不會只是帶死專一個地方 那我由前前後到現在 大概70個國家左右 哇 很厲害 你想去哪些地方嗎 有有有 當然 非洲的國家很多都沒有去過 是 盧旺達這些 可能就 這些要稍後一步 OK 未必一定要去到那些地方 最想去哪裏呢 如果 正式的話 如果真的想去 就是 我也想真的去南極 是的 是 唯獨現在南北兩極 是想去的地方 未曾去搭足而已 OK 好吧 希望接下來有機會 沒錯 因為這個旅遊節目 跟一般的事情 很不一樣 沒錯 這是說一些很主題性的事情 是的 講解一點點 好嗎 好 有什麼大概會聽到呢 好 接下來我們一連八集 主要都是講一些 和運動有關的主題旅行團 是的 當中會包括一些什麼 會有東京的賽車 會有黃金河岸的馬拉松 也會有台灣宜蘭的單車 是的 也會有韓國的行山 哇 是的 還有一個如果近一點的 是 釣魚 是的 我們有一個非常出名的 一個釣魚的一個 專家 是的 我自己覺得 鵬健身 哈哈 最出名的 最出名的 沒錯 帶大家去世界各地 去參加一些運動兼旅行 旅行 沒錯 都挺特別 所以留意著一個全新節目 到時候 希望你第一手 會找到一些旅行 新的概念 的資料 是嗎 沒錯 OK 好了 那既然上一隊恐怖在線 當然 要交鬼故的時間 他的鬼故大家聽得多 不過今晚還有一家 那Alon呢 你做了20年領隊 是 是 我相信一定有些課 真的不多 為什麼呢 我又不是這麼八卦 跟我們帶團的時間 以前初初入行的時候 都是在旁邊聽別人說 很少自己追問 然後怎樣怎樣 沒有了 因為年輕的時候都害怕 自己撞到 就慘了 所以在那段時間裡面 都是聽完 當一個故事 然後自己就走開了 很少說真真正正 自己遇到 自己遇到 那你厲害一點 好 最近有些是經常遇到的 我想跟人的命格 有不一樣 我相信是 是的 因為如果印象中的話 我雖然未遇過 但有時候我們跟客人聊天的時候 原來有些客人自己本身都是有 陰陽眼 我們很多 太多 現場撞鬼給你看 很多 我就是陰陽眼 不是陰陽 是一個男士 當然 他剛剛過年過節 當然跟家人去 跟太太一起去旅行玩 不知道什麼原因之下 會說到這件事情 但是 他說 應該是這樣 很多信 陰陽眼 原來 大部分人都是信觀音 會不會呢 我也不清楚 因為他告訴我 我拜觀音 因為不懂牛 是的 是的 一去大團 你不吃牛 我們要安排 是的 一定是這樣的 要安排的時間 你不懂牛 我們很少再問 不過那次我就八卦 為什麼不吃牛 很多都是女士不吃 我是不吃牛 真的嗎 看到東西 是的 然後我問 為什麼你不吃 我契了 是觀音 我契觀音 那 再八卦追問 可能是做這一行 因為 想知道更多的事情 然後他說 因為我有陰陽眼 他說 八卦觀音就沒有了 他說 基本上是這樣的 是的 那我問 有什麼特別 是的 那 因為我不知道 我也不會 遇到這樣 他告訴我 的時間 就是 我周不時在街上見到的 他說 哇 周不時 那你又快觀音 那現在又沒有 是的 有的 間中也會有的 有一次 我問他 最特別的那次是怎樣 他說 很多年前 跟他太太一起 不過那時候還沒結婚 是女朋友 一起走在哪裡 佐敦碼頭 OK 佐敦碼頭 在我們小時候 真的是一個碼頭 現在 現在 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如果正式的話 位置在哪裡 應該 再前一點 原方 再前一點 現在就是 樓價最高的 1號 是的 那個位置 是的 他說 再遠一點 走近一點 就近回政府合署 大家不知道 記不記得政府合署 因為現在拆了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太年輕了 他說在那裡 就看到 一個人 穿的衣服很特別 很奇怪 那 他說 都不是我們現在的年代的衣服 類似就是唐裝衣服 清裝 是的 不過 質地是紫的 紫紫紫 這樣子 然後 他就跟他 當時的女朋友說 之前那個朋友 那麼有趣 那個人 穿的衣服 那麼特別 也不像我們一樣 然後他太太一望 沒有 沒有 那麼他就知道 死火了 又見到 又見到 這樣 那麼原來 不知道是不是 他們有一個的 適度 接觸 他知道他見到他 是的 那個人知道他見到他 哦 然後就故意 走到他前面 那便慘了 很害怕 很害怕 走到他前面 他的反應就是 哎呀 我就見到他走過來 但是他又不想讓他太太知道 就是他女朋友 知道那件事 有些什麼 他的反應是不同 是的 越走越近 他要怎樣 我問他 究竟你的反應是怎樣 很害怕 因為 為什麼呢 如果 他 他走過來 看到那個樣子 即是大家已經是 面對你 開始 焦點了 是的 他說 那個人的樣子 直接笑那個面孔 是很憎靈的 哇 他說 不是晚上 我很害怕 是日光日白 日光日白 是啊 不是那麼厲害 日光日白 他說 真的 真的很恐怖 他的磁場很厲害 是的 這些人 他怎樣好 他又要顧著隔壁那個 但是他又不可以不理他 他就形容 他說 如果真的你碰到他 你會感覺是怎樣 正等於 其實他是沒有東西的 嗯 你根本是 你是看到 但是正式 他是穿的 穿透 你也可以 不是實體 是的 不是實體 你是可以穿透他的 但是你看到的時間 你真真正正正 有一個影像在你前面 嗯 那你怎樣避開呢 他形容了一個形容詞給我聽 他說 你有沒有玩過過山車 我說有 當然有 他說你玩過過山車 你明知道過山車 在跌下去那一刻 可能前面有塊石 嗯 你是撞不到的 不過呢 你硬是一上去 跌下去的時候 你一定叫的 是的 去到那一點 是不是 正等於 你面對他的時間 我明知道我可以穿透他 但是前面真的有東西 是 叫走他 那又怎樣呢 你沒得叫的 隔壁有的人在 他不可以這樣做 是的 他唯一一件事 是的 去到差不多大家梦片梦片的時間 他當掉鞋帶 蹲下了 綁鞋帶 這個很好的方法 是的 避開了一下 撞下去的一下 嗯 這樣才可以 化解到 逃避了 這個方法我覺得OK 裝飽埋大 是的 我這麽多年 他講完給我聽 我到現在都記憶又深 又或者 這位事 突然 哈哈 真的 你會 你會 動力很自然 是令到 那個影像 不會覺得你是避開他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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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過程裏 他就是這樣跟我說 這件事 這件事 Alan首先 在第一個部分裏 跟我們說了 大團之中 遇到一個有陰陽眼的團友 告訴他 他一件事 一直看著朋友的留言 除了澳門 那件事之後 有人馬上說 廖永雄在Facebook 要不要我馬上去西蘭仔 做一個現場直播 實地去考察一下 喂 好嗎 廖永雄 如果是的話 你可不可以立即用Skype 我們 或者其他方法 好嗎 跟我們聯絡 澳門人立即打電話來 可以嗎 或者你現在下去拍片 立即傳過來 好了 現在交給廖永雄幫忙 在Facebook上面 至於有人回應 剛剛就說 Alan說到在佐敦這個 舊的碼頭 嘩 好像都挺猛鬼 我沒有聽過 因為已經拆了 不見了 那頭是甚麼靈異事件呢 但他說到這麼實在 團友告訴你 日光日白 看到一個紫紮的公仔 是不是 都這麼恐怖 日光日白 看看有沒有人回應 這件事就是他遇到一個團友 待會回來之後 我們會審散地再聽聽他說話 因為也有其他大團的經歷 還有CarmenBB會說一次 他在星馬泰之中 又是另一個團友撞鬼的個案 好了 我的電話號碼就是98844989 今晚也歡迎你的即場來電 我看到在Facebook也有人說 想有些求助事件 我不知道他現在情況是怎樣 如果你覺得有緊急的 或者你現在可以打電話 讓我大概知道一件事 好了 都是這個 98844989 一會兒歡迎你的內電 奉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一點半 到凌晨一點 恐怖在線